4月3日的午餐內容 我們可以挑選決定 太棒了 我要吃 王小排 總之 兒童節全天 開心了 開心的不舉如此 今年我們台中市的兒童節 一定會讓小朋友感受到一次 完全不一樣的兒童節 那這個主軸就是 我們讓兒童來做一些決定 我覺得可以開始讓小朋友們 他知道說 他可以來做什麼樣的選擇 所以這次我們特別推出 三步一沒有 4月3日這一天 不帶書包 不穿制服 不打上下課鐘 然後呢 沒有回家功課 所以這一天 他要怎麼樣去 好好的去充實 我想可以讓小朋友去討論 小朋友的創意 是無限的 那我們老師就站在輔導 跟協助 跟知識的角色就可以了 那從這樣的事情當中 他的教育意義就是 讓小朋友學習自己負責 學習去規劃去設計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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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只有我一個小孩 好 我想 我想今天我們教育局 這個所頒布的這個政策 三步一沒有 其實在學校 實質上來講 是一個挑戰 你不背書包 不穿制服 然後沒有上下課鐘 我想這個挑戰非常的大 所以學校在這邊啊 我們會安排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目前我們正積極的在研討當中 那我們全校大概 學校行政這邊和我們的老師這邊 我們一起來 跟小朋友一起來研討 怎麼樣來 把這三步一沒有 在那一天的時候呢 我們還是可以 讓我們學生 能夠學習 而且有秩序的學習 當然目前 可以透露一些啦 他們一些基本構想是 尤其像剛才講到的那個 沒有上下課鐘怎麼辦 我想很多家長都擔心 那個上下沒有怎麼辦 那時間怎麼拿捏 事實上我們小朋友 還有我們學校老師也想出來 我們會有一個 報時小天使 那個時間 跟這個小朋友 來提醒說 應該要上課了 等等的 我們想很多的配套措施 當然小朋友最高興的是 沒有回家功課 這個功課呢 老師們也會把它融入在生活當中 讓學生啊 能夠來好好的過一天 那其實我們還有更關鍵的啦 我們怎麼驗收他們的學習成果 那我們學校的安排啊 可是在最後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全校性的一個活動 讓小朋友來報告 有機會來報告 他們今天是怎麼過的 一方面就像副市長剛剛講的 他可以來學習 為自己來負責 我想這是我們初步的一個規劃 那我想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希望小朋友都能夠過一個 不一樣的兒童節 而且非常的充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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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